来关注报章头条 马来报章每日新闻关注的焦点 就是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公务员课题 民事雇员职工总会主席拿督安南莫指出 公共服务领域不曾以种族 作为聘雇及着身公务员的决定因素 他通过文告说明 聘雇以及着身公务员是根据绩效以及能力 没有涉及公共服务委员会配额 委员会不曾规定聘雇公务员 必须符合任何配额 比如特定的宗教 种族或是州属 反之大部分加入公共服务 是基于个人意愿 兴趣以及倾向 安南提到目前非土著 对加入公共服务意愿不高 因为他们认为公务员薪资 比私人界或是做生意相对比较低 青州日报头条则有公正党副主席 努鲁依沙最新动向 努鲁宣布不再是父亲 也就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 经济及金融高级顾问 这也意味着努鲁在今年1月3号 受委首相经济及金融高级顾问 短短不到一个半月就离职 努鲁指出自己受到了 财政部长特别顾问团主席 丹斯里哈山玛丽肯的邀请 参与特别顾问团的秘书处 有了这个新职位 他将不再担任首相经济及金融高级顾问 中国报的头条除了关注努鲁依沙辞职 也聚焦山云顶下山路车祸的后续 这起死亡意外当中来自槟城的五名死者 星期天举病 最年长的死者黄春花 他的子孙哀痛为母亲献唱 世上只有妈妈好 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 身为轴里的洪明凤以及李梅 他们的灵鹫则并放在一起 彼此相伴上路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报章焦点新闻 首先看到是这一则 内阁一决莱纳斯稀土厂不能达到无辐射营运条件 因此拒绝批准莱纳斯更新执照 这意味着莱纳斯之后 可能因为无法延长执照将会关闭 星周日报报道 莱纳斯的营业执照将在三月期满 之后不获准继续在我国生产 含有放射性的废物 报道指出 在2020年2月 实验政府批准莱纳斯为期三年的稀土执照 但是附带好几个条件 包括莱纳斯在今年7月之前 必须将稀土金矿分解和洗涤厂迁移到海外 关单的稀土厂只能提炼中间材料 莱纳斯更新执照后的第一年 也必须建设永久废料储存槽 目前厂内存放了超过50万吨的废料 如果无法延长执照 这座造价31令吉的稀土厂只能被迫关闭 莱纳斯正在积极和原子能执照局接洽 希望当局取消附加条件 指他们已经证实 稀土厂的运作不会危害人体的健康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环境的课题 包括说水源污染的课题 没错 就是这里的新闻 面对国内源源不绝的水源污染问题 国家水务委员会建议政府将污染水源的最高罚款 从现有的一千万调高到二千万 破坏水源的人也可以被判坐牢最高二十年 国家水务委会首席执行员阿牧法依扎 接受海峡时报访问的时候指出 现有的罚款额是在2006年所设下 随着用户和营运成本增加 当局应该重新的评估最高罚款额 他也表示 有些人将河流当作开放式垃圾桶 政府应该允许水务运营商 向污染水源地造势者索取清理供水系统的费用 阿牧法依扎希望通过执行更加严厉的惩罚 可以减少河流污染的问题 我们再来换一个焦点 疫情之后各国都在拼经济 尤其是旅游经济 我们看到旅游部长张庆信日前就表明 有旅客投诉 他们去了好几个旅游景点之后 就被带到商场购物 因此该部门就计划禁止旅游业者 将逛商场列入形成配套 中国报独家报道指出 业者希望能够和部长见面交流 了解禁逛商场规定的详情 双方得以达成共识 大马入境旅游协会 首领主席梁伟红坦言 购物是旅行其中一个重点 况且旅客在本地购物 也可以帮助我国赚取外汇 他认为旅客事前都会了解详情 对于目前的这个目的地的认知度 也有所提高 不会轻易被忽悠 将他们带到行程内没有列入的购物场所 梁伟红希望禁止逛商场课题 不会成为旅游业回暖的绊脚石 毕竟业者已经失去三年的收入 现在是赚取损失的时候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预测 看看有哪一些地方的人民或者说居民必须要留意 东马的民众要多加警惕 气象局对沙拉越中北部以及沙巴东部地区发出强风警告 并且会持续降雨一直到后天 中午之后全国多个周暑都会开始下雨 尤其是雪龙地区 雨势可能会持续到晚上 总马六甲一直南下到柔佛也都有雷雨 至于中马地区彭亨和北马吉达 预计下午到晚上这段期间也会有雨水 不过北部的槟城 吉兰丹和登家楼则是一整天放晴 全国今天最高温摄氏32度 最低温23度 关于根本下柔佳